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它是从第三十一题到第四十五题的题目不是很多 但是呢后面涉及到一个非常多字的四百字到六百字的一个作文 所以呢我们会经常碰到这个语法错或者是这个写错字这样的很多错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我好好的讲这堂课 那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第三十一题啊 第三十一题到第三十四题呢 就是选择这个在这个里面提上一个适当的话 那么这个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四个都不是错的 但是呢要根据它的这个情景 它对话的这个情景呢 然后填进去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卡 你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都可以做完呢 那么这个哪说 那么到这个九点为止呢 我一定会去做完的这样的意思吧 那么我们说这样的话呢 一定要根据平常的生活中啊 你应该比如说他寻求你安慰的时候 你要去安慰他 那么说别的是不可以的对吗 那么这个应该填什么呢 第一个呢 マチミャンできますみた 嗯 マチダ是这个 マチダ是做完啊 做完就可以了 嗯做完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二个 マチンチョギイスミダ 这个恩チョギイスミダ 嗯表示做过啊 那么我曾经这个做完过 第三个呢 くんねドゥイスミダ くんねだ表示让他玩啊 那么ドゥイスミダ 表示一种行为 持续到某种程度的意思啊 那比如说 嗯 パンセドゥイスミダ 那么我就是到熬夜的这个程度呢 我学习了 表示程度到什么为止 这样的意思 那么呢 我会做到让他做完为止 这样的意思 所以应该选择第三个 くんねドゥイスミダ 啊 怎么说 我们看第四个呢 くんねドゥイスミダ 那么 啊 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ゥイスミダ 啊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应该选了第三个 对吧 这样题呢 还是比较简单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三十二题 嗯 か说 発表时间に かかうちにか 緊張でよ 啊 那个 发表的时间呢 かかった 是近 かかうちにか 表示越来越近了 那么我很紧张 緊張でよ 那么这个 他这么说的话 应该是寻求这个安慰吧 所以这个哪 应该是安慰他啊 这个哪 说 そどくるでがいねんで 那么 我也有这样的时候 嗯 那么怎么样呢 ケンサナチトラグヤー トラグヤー 表示这个经历过啊 经历过的事情 重新说一下 这样的意思 那么 就会变得很好 那么 怎么样 啊 做呢 才会 这个不紧张呢 我们看他 怎么教他 第一个呢 スムーシュナングルブニー 嗯 这个スムーシュナングルブニー スムーシュダ 表示呼吸啊 呼吸了以后呢 就怎么样 嗯 第三个呢 空気でマンゴマシュダガー 这个マンゴ マンゴ是 这个进行的啊 那么进行呢 呼吸空气以后呢 这个タガー是表示 一个动作 完了以后呢 再继续进 另外一个动作啊 那么这个是表示 联动的意思啊 那么第三个呢 空気でトラマシュグシッパド 这个アウド表示 即使也的意思 那么即使呢 你这个呼吸啊 这个呼吸トラマシュグ 是吸进去的意思 即使吸进去这个空气呢 我想吸进去空气 也怎么样 那么第四个呢 スムーシュグナミア 这个シュグナミア ハグナミア 表示一个动作完了 以后呢 这个动作啊 那比如说 啊 一次这个深呼吸以后 ハムーシュグナミア 啊 ケンサナチダラグヨ 所以应该选了第四个 嗯 那么 我们グナミア 表示啊 呼 母母ハンフウェ 这样的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十三题 嗯 是什么呢 卡说 이렇게 直走啊 不你 坦白 不坦白 不坦白 我这样的直接呢 来看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帅 那么 那说 그렇죠 是吧 那么这个图呢 表示他同意上面的这个说法啊 我这次来直接看了以后 觉得真的是非常帅啊 他说我也怎么样 嗯 我们看第一个 主啊 主啊 黑色 卡布料 过呀 嗯 那么 我也很喜欢 所以呢 我想去啊 那么第二个呢 主啊 哈能 故事 拉色 卡根 吊 了 呀 啊 那么这个是 这个 以拉色 表示原因的 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所以呢 我卡根 啊 见货 偶尔 所以我会见货呢 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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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顺便去的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我喜欢的地方呢 我也会顺便经常去 这样的意思 所以应该选择第二个 你看第三个 那这个地方在哪呢 你告诉我吧 就教我一下吧 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他说他也 他也经常去 对吧 他说 他去了 所以呢 他说我也经常去 那这里呢 是说他还没有去 所以是不正确的啊 逻辑不正确 你看第四个呢 那么 我一想到 要去那个地方 那么我的心情就会变好 那么我说这个 卡达 后面加这个 儿的话呢 表示这个将来 那说明他还没有去 所以这也是不正确的啊 那么我们一定要看 这个实质 这个过去是 还现在是 一定要看清楚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十四题是什么啊 卡说 别力 有不思念 昨晚的 映画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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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特别的事情啊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呢 那么我们周末去看电影吧 这个 了 是这个 是这个 每일 같이 하긴 하는데 做是做了 但是怎么样 这个比如说 漂亮是漂亮 但是很贵 怎么说呢 也不긴 한데 비싸요 这么说 第二个呢 거의每일 밤을 세우다시피 해서 너무 피곤해요 应该选第二个 我们这里涉及到 一个很重要的语法 这个 다시피하다 거의 几乎的意思 几乎 那么这个다시피 和这个可以 是差不多的意思 也是表示 这个几乎的意思 那么 我几乎每天晚上 都熬夜 所以呢 非常的累 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这个다시피 那看一下这个例句吧 자금아부지가 거의합비를 거의합비를 거의대다시피 해서요 那么 这个小 叔叔啊 几乎呢 付了他的学费 那么是表示 几乎的意思 应该是选择第二个 那么这个다시피 在我们这个 这个语法中呢 也会经常出现的 一个很重要的语法 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看第三个 금으로 아무리 열심히 하더라도 嗯 하더라도 表示就算啊 就算是 在努力 工作 也怎么样 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第四个呢 休能耳朵 없이 밤을 세워 일해봐야 这个 해봐야 해봐야 是就算 해봐야 就算是做了 那么结果呢 也是一样 这样的意思 我们用这个 해봐야 所以这里 也是不正确的啊 应该是选择这个 第二个是正确的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三十五题啊 啊 是一个新的题型啊 三十五到三十六呢 미주친 부분을 같은 의미로 박고 那么呢 它下面有一个 这个 미주친 부분 啊 下化线的部分 那么我为了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用这个黄色的笔 标示出来了 那么什么能跟它代替呢 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卡说 무리模样을 박고 내요 这个 무리模样 这个发型啊 你换发型了啊 잘 어울려요 어울린다 表示适合 非常的合适你 这个拿着 그래요 저는 그렇게까지 썩 마음에 들지 않아요 那么 그렇게까지 就是说 你说我这个 어울린다 这个 그렇게까지 这个 썩 表示非常 非常的 마음에 들지 않아요 我不是说 像你说的那么 喜欢我的新发型 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무리模样 나쁘다고 하긴 어려워요 那么 无条件的说 不好 这个是非常难的 这个话 第二个呢 这种程度的话呢 我可以说 是还可以吧 第三个呢 뭐가 아쉬운 것 같다는 생각이 들어요 这个 아쉽다 表示 遗憾 我觉得是 有一点 遗憾 我认为 是 有点 遗憾 的 应该 选 第三个 为什么呢 그렇게 썩 마음에 들지 않아요 不是非常 非常的 满意 那么 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 第四个呢 三角形不明 我想一想的话呢 草尿 안 어울리는 것도 아닌데요 这个草尿 是完全 完全 也不是 不合适 这样的意思 所以都是 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36题 这个卡说 우리 회사 신제품 이만하면 성공한 거죠 那么 我们公司的 这个新产品 이만하면 这个 到这种程度的话呢 算是成功了吧 是成功吧 这么 这个 这个 那个 글쎄요 那个 글쎄요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 这个 想一想 他自己想的时候 是不是 这样啊 是 还是不是 这样的时候 说 글쎄요 지금 성공 이냐 失敗 냐 判断하는 个 准 바른 거 같아요 那么这个 냐 现在你说 这个 成功 还是失败呢 你判断成功 或者失败 那么 还是 有点快 从 바른 거 就바르다 是快的意思 还是有点快 那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判断 这个成败呢 还是有点太早了 这样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평가하기에는 아직 이런 감이 있어요 应该选 第一个吧 평가하기에는 就是 在评价的 这个地方呢 还是 有点早 我有这样的感觉 カミス 有这种感觉 这个 이르다 바르다 一样的意思 表示早的意思 我们看第二个呢 新 제품 치구 反正이 꾀 넣은 거 같아요 这个 치구 치구 什么意思 以什么来说 以这个新产品 来说呢 这个反应呢 还是 非常的 慢 这个 꾀 表示 还是 颇 颇慢 非常的 慢 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第三个 新 제품의 대안 평가를 서툴러 끝날 모양이에요 这个 을 모양이다 表示 好像的意思 好像是这个样子 好像是 对于这个 新产品价呢 还是 非常快的 匆忙的 结束 这样的意思 那么 那么 서툴러 代表 是 匆忙 这个 跟내 代表 是 让他 结束 这样的意思 所以是 不正确的 我们看第四个 반응이 일으켜 빨리 우리라구 난 상가도 못했어요 这个反应 这么快 就 出来了 我都没有想到 所以 都是 跟他 没有关系的 都 不要 选择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37题 37题 是这样的 一个新的 题型了 37 38 都是 这样的 一个图 一个 公告文 然后呢 一定要选择 是选择 不一样的 选择 错误的 不是选择 正确的 那么 我们看完 这个以后呢 有 这样 一二三四句话 哪一句话呢 跟这个图 不符合 选出来 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来 大家看一下 是关于什么的图 我们看 2012 ソーわ ヨークサーキー 家族 コギティウェ 2012年的 这个 ソーわ 这个ヨークサーキー 历史之路 历史的路 这个家族 こっき こった 家族 这个走路 大会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看 这里 서울 都心 を 걸으면서 这个 都心 是什么 都心 这个 都心 都心 什么意思呢 这个 城市的中心 汉南城市的中心 一边走 一边怎么样呢 家族 和家族 一起 ヨークサ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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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ヨークサ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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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 这个 历史 ヨークサー 一季 可以看 历史 一季 的 这样的 行走 大会 这样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大会的日子 是什么时候 他自己 说了 午前 11年 3月 16日 午前 那么 这个 募集 引文 这个 募集 召集 召集的人 是什么呢 3月2号为止 但是呢 如果到4000人的话呢 早期的就会结束了 就是我如果不到3月2号就已经满了4000人的话呢 我就可以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 不用等到这个3月2号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参加提早 这个参加对象是什么呢 家族谈与 一人以上 那么 以家族为单位的两个人以上才可以参加 这个参加 参加申请呢 那么在这个 HP在网页上面呢 先 这个参加申请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报名 完了以后呢 我会给你发 这个用 这个文杂 用短信来给你发参加号码 嗯 我们看 KOS啊 KOS是这个 什么呢 就是从哪到哪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环节 从哪到哪 就是狂话门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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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最后呢 从狂话门出来 然后绕了一圈 然后回到了这个狂话门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对的吗 第一个呢 本大会呢 本大会呢 2人以上的家族 那么这个本大会呢 只要两个人以上 是家族的 两个人以上家族的话呢 每个人都是可以参加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象呢 是什么呢 那这个很明显是错了 刚才我已经重复强调过了啊 那么呢 如果这个 如果你要是超过四百四千人的话 是不可以报名的 只能是先后顺序四千名之内才可以报名 所以呢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用这个蓝笔给大家画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呢 那么想参加的人呢 在这个网页上呢 完成了参加申请的话呢 这个号码呢 这个短信的形式呢 可以给你发过来 所以这里有些啊 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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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次的大会呢 是从这个 光화문出发 进过了什么什么 然后呢 再回到这个光화문 这样的绕了一圈的 这个历史路的这个行走大会 所以是正确的啊 不应该选他 应该选的第二个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38题呢 也是有两幅这个曲线图啊 但我说 其实这样题呢 还是比较有困难的 不是说它难 而是说什么呢 我们要细心的去看 而且要会看 嗯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做错了 我们看第一个图是什么呢 卡固 这个家 家庭的这个 构成 构成的比率啊 比率是比率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 这个线都是什么呢 嗯 有这个 那么就是一口之家 两口之家 三口之家 这样的意思了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里是年度啊 这是年度 这边呢 是这个percent 是这个 百分之几的意思啊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最深的是 一银卡固啊 一个人的这个 呃 家族 一口之家呢 他们是 持续的在上涨了 那么反而 这个五银卡固呢 在下降啊 这个三银卡固呢 也在下降 那么 就是说这个 小家族呢 在上涨 这个大家族 在慢慢的下降 这样的一个 大体的意思吧 我们看下面是什么呢 这个小型的和大型的 家庭家电产品的 这个 这个卖出率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黑色的线条呢 是 那么这个 在慢慢的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小家庭的 这个人口增加了 所以小家电 也增加了啊 那么这个 大型家电呢 在慢慢的减少 这样的一个图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哪一个是 错误的呢 第一句话这里 一银卡固和二银卡固呢 这就是 这个已经足够的成功的成功呢 在我们再看的一个图上 相反的,四口之间和五口之间在持续的减少 刚才我们也看到的是正确的 我们看第二个 特别是从2008年的时候 全体的家庭比率里面 两人的家庭是最高的 然后是一人,四人 以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呢 这里有写,2008年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可以对照来说 来看的话,这个是正确的 我们看这个第三个 第三个呢 2000年代初,10%中半에 불과 等 소형 가전제품 판매료는 2006年 대형 가전제품과 판매료는 넘어섰다 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 比这个大型的产品更高了 我们看一下2006年的时候是哪里呢 对吧 那么这个小型呢 以前都是在这个低的方面 但是呢 但是呢,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 比这个大型的还要多了 所以是正确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 嗯,我们看一下 嗯,我们看一下这个第39到第40题是什么呢 在这个括号里面填上一个正确的表现啊 我们来看一下是关于什么的呢 这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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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 颜色呢,给我们的心 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예를 들어 就是例如啊 白간색은不明 如果我们看这个 红色的话呢 따뜻한 느낌을 받고 就能受到这种 非常暖和的感觉啊 白간색을不明 看这个黄色的话呢 거기에 집중하게 된다 在这个地方就集中了 在那个黄色地方就会集中 嗯, 세계에 이러한 특징은 那么这个颜色这样的特征呢 실생활의 다양한 방법으로 활용되어 왔다 那么在这个 실생활就是现实生活中呢 以多样的方式来活用 来利用它啊 따뜻한 느낌을 도와주는 발간색은 那么 도와주다 是增强 增强了这个 这个暖和的感觉的 这个红色呢 등산 양말에 많이 사용된다 在这个登山的袜子中呢 经常使用的 因为我们登山的时候 脚位非常冷 非常冷嘛 所以要用这个 红色的 这个袜子 来给我们感觉暖和啊 또한 还有呢 시선의 거로 시선의 거리따 거리따 这代表是拉 牵引 为了吸收这个 这个别人的眼光啦 别人的视线啊 濃烈색을 사구를 방지하기 위해 설치하는 교통 안전 표지판에 많이 사용한다 那么我们刚才说 这个黄色呢 是什么呢 能够让人集中 那么 然后以这个 吸引视线 所以呢 啊 这个濃烈색 濃烈색 这个黄色呢 就是在为了防止交通事故的时候呢 设置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表示 这个 标记盘 这个标志中呢 轻巧会被用到 那么这里就写一个 这个黄色的这个用处 是什么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一个 注意的是 きうりげはの 应该正确的 这个きうり代表是 清除啊 为了让他清除这个注意 所以呢 呐らんせんん 什么什么 哎 많이 사용된다 这样说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个け 是什么意思呢 让 对吧 让他注意 这样的意思啊 我们看第三个 注意的きうりんてにか 这个을てにか 表示 表示将来我会啊 我会让他注意 是不对的 那么第三个呢 집중력을 높이기만하면 这个 기만하다 表示 只有啊 只要把这个 其中的能力呢 增强了 就怎么样 第四个呢 집중력이 높아지기 마량 마량이 무르 啊 这个기 마량이다 表示 终究的 终究会怎么样啊 那么其中力呢 终究会提高 这样的意思 所以都是不正确的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四十题 是什么啊 四十题是在这个 括号里面 填上一个正确的 표현 嗯 我们看 명접에서呢 这个 在这个名字 是什么意思 面试的时候啊 那个 有的时候 당신呢 스스로都督看다고 생각하십니까? 라는 질문처럼 대답하기 어려운 질문을 하기도 한다 啊 这个很长 什么意思呢 在面试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啊 你认为你自己很聪明吗? 都督看다고 생각하십니까?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吗? 这样的问题呢 啊 非常就是 常常人觉得非常 很难回答的问题 也会被问到 嗯 不聪明 这个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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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表示混乱 是故意让对方陷入这个混乱 混乱 这样的问题呢 本来是没有固定的回答的 嗯 那么他需要什么呢? 是什么是重要的呢? 是要沉着的回答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我们来看这里 能填什么 都督看サラミー アニーガシッパーサー 嗯 这个 儿ガシッパーサー 表示啊 好像 好像是 不是这个 非常聪明的人 第二个呢 침착하면서 同时 都督看 き 都督看 지不予 嗯 为了 就是为了 为了 让他又沉着 看起来又聪明啊 第三个呢 얼마나 침착하게 대답하는지 알아보려고 啊 알아보려고 是想打听 想了解 想了解一下 你是多么的沉着的 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应该选择第三个啊 他说了 其实呢 이 질문에는 원래부터 정하지 답이 없다 진짜看 대답 많이 중요할 뿐이다 所以应该选择第三个 是跟这个意思相符合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呢 대답을 잘하든 못하든 살펴봐야 하기 때문에 这个 살펴보다 살피다 是看 那我要看一下 他回答的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所以也是不正确的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41题啊 啊 第41到第42题 开始就是要我们这个 亲笔来写的一些话呢 所以呢 这个难易度就会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会看啊 听也会听 但是写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困难 因为会涉及到 你把这个前后顺序颠倒了 是非常 嗯 得不到高分的 是要扣很多分数的 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三句话是什么关系啊 第一个呢 친구가 집 앞에 嗯 那么朋友呢 来我家门口 第二个呢 三干 拍下来 那么我就 一会儿 我就出去外面一会儿 然后呢 那么我再回来啊 这个非常的简单 其实是一个这个时间 或者是因果关系了 因为朋友呢 因为朋友来我的家 然后呢 我呢 啊 在外面出去了一会儿 然后呢 过了一会儿呢 我又回来了 那么这个是因果关系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时间关系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黄色的笔呢 是我写的这个正确答案 我们看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呢 到底 大家能不能知道 里面有什么语法呢 啊 看一下第一个 친구가 집 앞에 와서 这个 와서 嗯 这个 와서 这个 와서 表示什么 时间也可以 或者原因也可以 这里是表示原因吧啊 那么这个朋友呢 因为来我的家门口了 ちゃんがんぱけながった ながったがたしてるわった 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就暂时这个 ながったが 这个たが 表示什么呢 嗯 表示一件事情 啊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结束了 然后再继续做另外一件 表示一个联动的意思啊 那么我就 往外面出去了 一会儿 这个事情做完了 然后我就再回来了 啊 たしとらわった 用的都是个过去式啊 这个也是用这个过去式 因为事情已经结束了嘛 啊 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时间关系用这个 와서 那么表示联动的关系 可以用这个たが 嗯 我们看这个第二个也是可以啊 ちんぱけながったがたしてるわった 嗯 这个たくはたく たく是什么 说 是个朋友说 我在你家门口了 所以呢 あうそ表示原因啊 那么たんぱけながったがたしてるわった 这个跟后面是一样的 这个跟后面是一样的 所以就这样就可以了啊 那么 只要是前面是原因 后面呢 是这个 表示时间顺序的 这样连接词呢 都是可以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四十二题 第一个呢 열심히 공부하다 努力学习 第二个呢 CM을 잘 보았다 考试呢 考得很好 CM을 잘 보았다 是考得好 CM을 못 보았다 是考得不好 嗯 第三个呢 クル지 못해 あったがった 那么 クル지 못해 我没有考好 所以呢 我非常的惋惜 あったがった 是惋惜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关系呢 啊 那么我 嗯 好好学习了 但是呢 我以为我能考得好 但是呢 没有考好 所以我觉得非常惋惜 这样的意思吧 啊 这个还是比较难度的啊 如果我们找不到感觉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写的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 第一个呢 열심히 공부했더라면 시험을 잘 봤을 텐데 クル지 못해 안타갑다 啊 那么什么 什么意思呢 열심히 공부했더라면 嗯 如果呢 这个면表示如果 如果呢 啊 好好学习的话呢 시험을 잘 봤을 텐데 这个을 텐데 表示推测啊 如果好好学习的话呢 考试应该是会考得好 嗯 クル지 못해 但是呢 我没有做到 所以呢 我觉得非常的惋惜 这样子可以啊 其实这样 这样的 这个语法呢 是非常难的 已经接近高级的水平了啊 我看下面的呢 열심히 공부했더라면 这个 타면 啊 也是这个假设啊 你说如果 如果这个考试的 啊 如果这个非常独立学习的话呢 시험을 잘 봤을 텐데 啊 这个을 텐데 表示这个 表示将来 假设 考试是会考得非常好的 クル지 못해 안타깝다 但是我没考 觉得非常的惋惜啊 啊 这个我感觉呢 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四十三题啊 四十三到四十四题呢 是比刚才简单一点啊 在这个括号里面 写上一个正确的这个 这个 표현就可以了 刚才是很长嘛 现在呢 只要写这么几句 几个字的这个短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다음 글을 읽고 과도의 알맞은 말을 쓰십시오 啊 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 是关于什么的呢 출근하기 10 分 전이나 퇴근 후 10 分 동안에 잘 본 놀이 시간도 아이의 层子을 발달해 큰 영향이 기친다 嗯 那么这个 출근하기 10 分 전 就是上班前的10分钟 这个 나이나 表示或者啊 或者呢 是 퇴근 후 10 分 동안에 下班后的10分钟呢 这个时间呢 通話表示时间 那么呢 이 잘 본 놀이 시간도 这个 잘 본 놀이 시간도 这个 잘 본 놀이 시간도 是表示短 短的游戏时间呢 也怎么样呢 아이의 정서 발달해 큰 영향을 기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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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영향이 기친다 表示给这个影响 也会给这个孩子的 这个情绪发展 就是心理发展啊 藏着情绪 情绪的发展呢 發達啊 就是 发育的发达啊 会给他们很多的影响 嗯 아빠와 努能 동아 那么和爸爸 这个努力的原型 是这个努力的啊 但是他遇到这个 家人的话呢 这个 李儿会不见 又变成努力啊 努能 동아 和爸爸一起玩的同时呢 아이が 느끼는 기쁨이 기쁨이나 즐거움 都 커지는데 啊 那么孩子感受的这种 基本 快乐 和这个 词歌文是快乐 就 变得增多了啊 啊 이 감정들은 这种感情呢 啊 아이의 은 마는 청소 발달의 큰 도움 미친다 啊 도우 아이의 청소가 풍부해질 거시다 那么 爸爸呢 啊 越帮助 越 跟孩子玩的越多 那么呢 就是让孩子的这种 心理发展 这个情绪的发展 就更 会变得丰富啊 这里是 풍부해질 거시다 其代表是这个 变化的意思 所以今天选什么呢 啊 越什么越什么 对吧 那我们应该选这样的啊 マニ努らずする 아빠がマニ努らずする 努らず代表是 我给你 跟你玩啊 那么越 多的跟他玩 那么越 孩子的情绪就 越来越丰富啊 或者呢 マニ努らず面 ずする 主面 ずする 越玩 就越怎么样 或者呢 マニ努らず面 这个比较简单 努らず面 如果啊 如果啊 跟他 嗯 玩的更多的话呢 那么孩子的情绪 就越来越丰富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啊 这个呢 要理解上下文 就还是比较容易去 写这个 这样的话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啊 四十四题啊 是关于什么的呢 同根模样 的 童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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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个 同根模样 是圆圆的 在圆圆的这个 样子的 这个竞技场运动场中呢 飘起的四百米特 逃离击击呢 那么 飘起的 什么意思呢 表示展开的 展开的四百米的 逃离击击击 这个跑步比赛中呢 选手的出发位置が 조금씩違和 选手是运动员 选手们的 出发位置 出发的位置呢 每个都是不一样的 出发的这个线看起来是一样 其实呢稍微是有点不一样的 如果呢 如果这个选手们出发的位置呢 都一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 这个竞技场的这个 曲线是曲线 有这个曲线的 有这个曲线的这个区间嘛 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么这个拳手呢 这个跑步的 这个距离呢 就是有一点会有这个 有一点的差距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说这个运动员嘛 他们要绕很多圈的时候呢 出发的时候呢 有的是这样子啊 一二三四这样出发 然后呢 因为这个曲线 每个的这个距离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他们出发的时候呢 是有的在前面 有的在后面 这样的意思啊 都是要保证 要保证同样的一个距离跑步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原理了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么所有的选手呢 都是一样的 四百米呢 如果都是想做 都想跑一样的距离的话呢 这个拍摄是外边 外侧的这个位置呢 站的这个选手的出发位置呢 要在前面一点啊 那么在里侧的话 要在在外 在后面一点才可以啊 所以呢 这个也写什么呢 这个表面表示想 想跑一样的四百米 这个距离的话呢 那么呢 要出发的时候呢 要这个 这个前后顺序不一样 这样的意思啊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 但是呢 一定要理解这个意思 才能做出来啊 那我们看这个 最后一道题 是一个作文题啊 这个作文题呢 是他们一句 那么我们看这个要求 要求以后呢 我们就写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呢 要在四百字 至六百字之间的 这样一个文章啊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要求呢 那大家想在什么样的房子住呢 这个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我想在这个地方住啊 那这个题目呢 那这个题目 人家都已经给你定好了 那个我想住的房子 以这个为 来写一下这个文章 但是要遵守什么呢 那么下面这两个 这个要求呢 一定要包含进去 如果不包含了 是要扣很多分数的 一定要注意了 那么这个阅读呢 是三十分 非常多的分数啊 我们看第一个 你为什么想在这个房子住 说出你的理由来 那比如说 那我希望在这个房子住呢 交通很方便 去学校也很方便 上班也很方便 然后宽敞的以后呢 那么心情会变好等等 这样的理由写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注意啊 这个四百到六百字呢 是它的这个界限了 如果你超过或者是没有超过 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每一个起码得写上 两百五十个字以上才可以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下面我用蓝笔写出来 是这个判分的标准了 如果我们呢 写错什么 会扣什么分 大家先理解一下的话呢 就以后会注意一下啊 那么这个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这两个呢 你只写了一个 少了一个 那么就会给你减这个五分了啊 减的是比较少嘛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的分量 你写的分量 如果是四百字以下 或者是超过了六百字的话 都是要扣分的 所以并不是说越多越好 对吗 我们看这里啊 这个terza是错字啊 拼写错误 或者是语法错误的话呢 那每一个 一至两个错误的话呢 是要减分的 那么一词类推 需要减多少分 它会都给你扣下来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写错别字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这个第25届 韩国语能力考试的 这个SUGI 写作部分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啊 继续听我们别的部分的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